料酒是什么? 料酒是在黄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品种 它是用30%到50%的黄酒做原料 再加入一些香料和调味料做成的 料酒的成分主要有黄酒、糖分、胡金、有机酸类、氨基酸、脂类、蝉类、杂醇油及进出物等 料酒香味浓郁、味道醇厚 在烹制菜肴中使用广泛 料酒的作用主要是去除鱼、肉类的新山味 增加菜肴的香气 有利于咸全个味充分渗入菜肴中 由于料酒中的盐分含量较高 并不适合直接饮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 调味品的生产和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旺 在技术上大量采用生物技术 使产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